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MLT季中邀请赛的决赛 对战双方分别是左侧棒球服带领的黑色队 和右侧花夹克带领的彩色队 目前镜头给到了下路 两边都是打野过来宝发玉 三人的对峙 都想争取一下第一碗的这个麻辣汤 那毕竟越早拿到第一碗就越有胜率嘛 好的 黑队打野率先拿到第一碗 拿到之后立刻撤退拉开距离 以麻辣汤的刷新速度来说 那第二碗可能是不想争取了 不过我们看到黑色方的下路二人组并没有离开 是想凭两个人来争取一下这个第二碗吗 那彩色方的三人也一直在右侧虎视眈眈眈 看来对这个第二碗也是势在必得 花夹克作为一名打野来讲 在下路耽误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这个第二碗如果拿不到的话会非常的吃亏 好的 花夹克有动作了 开始向对方身后绕 绕到了对方的身后 要出手吗 并没有 又绕了回来 非常谨慎啊 这是想做一个反蹲吗 很能沉得住气的一位选手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对方要把第二碗麻辣烫也拿下了啊 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花队这边啊 下路二人组对这一百块钱的经济 有不同的意见啊 在不停的沟通啊 最终还是把经济让给了AD 顺势形成一波三包一 但是黑色方的AD迅速的回到了线上啊 来到了自己辅助的身后 双方依旧没有动手啊 非常的冷静 可能是要等第三碗这个 金牌麻辣烫出来的时候 再做最后的博弈 已经在倒计时了啊 马上就要刷出来了 可以看到大家的身位也是紧凑了一些 哦 开公脉交流了一波 这好像是喷了一些垃圾化吗 来了来了来了 第三碗刷出来 黑方辅助立刻抢下就走 顺势回身给了个嘲讽 给到花贾克 花贾克原地开标C元 与此同时自家的中弹 也从战争迷雾中进来 团战一触即发 哦 一个抢手猎路直接开团 花贾克大意了被直接开到 不过一定不是本意很快的一个反打 方向中弹也是瞬间闪现支援 变成一波斯林斯团战 路子天的不断地跟上 绕带冲击也没冲撞 猛龙白尾 战场被分割开 哦 花贾克这个时候 突然出了一个神话 都没过小战锅 哇 伤害拉满 中早周知只要多出一个大剑 伤害就领先特别多 黑丢瞬间扛不住这个爆炸的伤害 往后撤退 花贾克仿佛天神下翻 一锤四 而我们看到左侧两位上单选手 并没有想到支援的意思 彩色方的姚维哥 追击了两个旋转飞椅 看一下伤害 我们看到花贾克这边 又藏出一个暴击汤碗 哇 它出装备 不用回城的吗 两位上单依旧没有参团的意思 不过在不断地观察战场 可能在寻找迁入时机 现在正面战场 双方的技能都甩得差不多了 会引起吸鼓吗 哦 双方的鼓住又控制住了对方 花贾克再次上前 连续的平A LV哥也跟上了 准备进行第二轮的输出 LV哥作为AD来讲 这个时期的装备 有些法力输出有点低 不断地在给对方刮杀 一个滑步拉开距离 我们看到打野的花贾克 脱离了战场 是什么意思啊 哦 再次补了一个不朽战锅 这个是不允许的 一场比赛只能处于健身化装备 我们看到裁判 也在制止他这样的行为 看来是刚刚从别的联赛转型过来 贵子还不太熟悉 追手掏了一个多篮甲 再次回到前方战场 但是只有一个小剑 效果一般 与此同时 彩色方的辅助格子山 终于是脱离了对方的控制 一个轻武成双 回到了队友的身边 这一波他的发挥非常亮眼 打出了成堂的控制 并且一个成功的反手 把战场拉开 给自家的队友 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拉扯机会 哦 突然亮表情 跳了一个breaking 这是他这个皮肤的特效 常规操作了 打完团战亮一下表情 对对方表示嘲讽 团战打完 各自撤退 双方是拼了两波技能 但是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击倒 比较可惜 哦 突然暂停了 可能是出现了一些 聘质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这波开团两边的中单 跟闪跟的都是很快的 后续彩色方辅助 这一波的拉扯很关键 直接把战场分割开 给队友争取了反应时间 当然你要说 这波团战的MVP 肯定还是彩色方的 花夹克这位选手 凭一己之力 直接将对方四人全部击退 防止了几方这波团战的溃败 哦 好的 那依旧没有办法回到比赛 看来延迟问题确实很严重 不知道会不会重赛